来认识一下英文的复合字 像GNP 我们一般大写GNP 就是Growth National Product 三个字 可是它是一个意思 它不是当三个字用 是当一个字用 一个意思 就国民生产毛额 Growth就是总额的意思 总金额 一个国家的一个生产 Growth National Product As of Abbreviate as GNP 国民生产毛经常 Abbreviate就是缩写 缩写动词 缩写就用GNP 所以英文常常这个字很多 很难念 很难写 就干脆简写GNP 这种简写的字 就是每一个字的字母 缩写这种字很多 像ASAP 就是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 Growth National Product Grand Floor 是一楼 所以有些人搞不懂 说奇怪 有些饭店 它有一楼写个一 二三四 有一个first floor 又写个G G就是Grand Floor 电梯里面 那这个一楼也是一楼 这Grand Floor也是一楼 有人说 把Grand Floor翻成什么楼 翻成什么楼 翻成那个底楼 还是什么几楼 还是什么楼 就像它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这个建筑物地面 是一个斜的 就像白宫 白宫呢 这个里区参观 从正门走进去 那是一楼 可是它下面 是Grand Floor 但是一般 一般的民众是不能进去的 就他们工作人员可以进去 也就是说 它靠近地面是Grand Floor 可是它的一楼 算是一楼 走上去也是一楼 可是呢 它并不是靠着地面 这个意思 它有一个斜度 The Clothing Department is on the Grand Floor 这个服饰部门 百货公司服饰的部门 或者公司的服饰的部门 是在地面楼 地面楼 那一楼呢 是反而高一点 这个意思 Desert Island 就荒岛 Desert就是沙漠 它常常容易跟那个Dessert D-E-S-S-E-R-T 点心啊 混在一起 Desert 本是沙漠 也可以当使用词 就像沙漠一样 就荒凉的 荒岛 所以它也是当一个之用 You live alone on a desert island for many years 它很多年 它都一个人 Alone就是一个人 住在这个荒岛上面 荒凉的岛 没有人烟的 Alone常常容易跟Along混在一起 Alone是形容词 可是它常常摆在后面 Along是接系词沿着什么什么 所以两个东西搞混 意思跟词性 用法都不一样 Dugfight看起来是狗在打架 可是常常是用空战 空战是一大堆飞机在那边 飞来飞去互相打仗 像狗咬狗 但它也可以当斗狗来用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In World War II There were don't fight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ircraft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 有很多空战 这不是斗狗 在中国跟中日战争 中国跟日本的Aircraft的飞行器就是军机 它不是狗吧 这跟狗没关系 所以这边就不是斗狗 是空战 飞机的空战 In some countries don't fight 是 illegal 在某些国家 斗狗是非法 这边就不是空战了 就是斗狗了 illegal是非法的 legal是合法 形容词合法的 非法的 所以il是自首字 所以有些表示负面的意思 佛的意思 il un 像这些 dis 这些都表示负面的 country 一般是讲国家 其实讲国家的英文只有country 有nation 有state 等等 但country也可以当乡下 乡间 drop out 你看drop 是一个字 out out是副词比较多 就在外面 放下来在外面什么意思 催学生 中催 中错学生 就是 休学了 不念了 叫错学生 你看跟这个drop out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drop 就是他有退出的意思 退到外面去了 但不一定是 错学生嘛 后来就变成错学生 就是休学的学生 比他专用 drop out teenage drop out 就是一些青少年的学生 中错学生 不念书了 搞不好到外面 右手好闲啦 混黑道啦 不顾正业啦 变成一个社会的问题 这一集讲这